早上好朋友们 今天是我day off的一天 然后我想说带大家录一个关于self care的vlog 现在是早上八点钟 我已经出来成练了 我平时这个时候还在睡觉 但是我最近就在修改我的作息 所以我就约了教练出来打拳跑步什么的 今天伦敦难得的输大太阳了 我感觉我已经好久没有转耳拔紧吃顿早饭了 从上个月到现在吧 我吃早饭的次数应该一只手可以数清 我感觉我已经好久没有转耳拔紧吃顿早饭了 比较热颠倒 然后熬夜熬得比较晚 然后早上就习惯了 所以一天就吃两顿饭 那我今天呢准备看我一下自己给自己做一顿丰盛的早餐 今天要做的是一个omelet煎蛋 然后再尝试做一下就是inx上面很火的那种acai bowl 就是那种水果的燕麦早餐 我不知道好不好吃 然后今天试一下 我平时早饭做的最多的应该是各种饭吧 就不太会做饭的人 就是真的玩不出太多的花样 我一般呢喜欢在我的煎蛋里面放各种材料 比如说火腿啊 芝士啊 小西红柿啊 还有蘑菇啊这些东西 但是因为我这个懒鬼这两天没有去买菜 所以家里只剩下西红柿跟芝士 那我们今天就就地取菜吧 那今天的acai bowl呢 我就想尝试一下可能水果感比较重的吧 那第一我用的是蓝莓的一个smoothie 就是比较厚重的那种smoothie 然后我加些蓝莓 还有香蕉 然后还有一些granola 就是那种麦片吧 就是那里面有麦片 有坚果有干果什么的 就还蛮健康的东西 哇 做好了 感觉卖上还蛮不错的 偶尔做一顿就是丰盛的早餐给自己 还挺有仪式感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 就我很喜欢在煎蛋上面放番茄酱 就我很喜欢放很多东西上面放到番茄酱 那对 开动啦 我感觉我毕业之后就开始很多些奇奇怪怪的去动 比如说我开始吃营养品了 然后开始喝蜂蜜柠檬水了 我以前从来不会做这些事情 但是我感觉毕业之后就觉得自己要开始变老了 所以就开始更照顾自己的身体 啊 好饱啊 Good to go 我们现在到Brighton了 这里是英国南边的一个海滨城市 今天阳光特别好 我们两个坐了一个小时 火车从伦敦过来 出来走一走 好久没有出来玩了 我今天中午点了一份青口 你点了什么 你点的这个是鱼是吧 这也是鱼 然后不知道这个是什么饭 还学习饭 但是怪怪 我感觉我每次出来三星都会带这个人 因为呢 他是我在伦敦最久 然后也是最好的一个朋友 五年了 对我们五年前 一月份认识的 就是预科同学嘛 同桌 然后到现在 我觉得我身边的朋友好像都是比较久 就是我觉得 嗯怎么说呢 我很喜欢跟比较好的一些朋友出来 就像毕业以后很多时候 跟你一起工作的人 只能说是同事吧 然后路上认识的人也顶多就是一面之之缘 但是我觉得就是这种好很好的朋友呢 就是有几个 然后呢 偶尔出来散散心 然后聊聊天 然后大家一起成长 这种感觉还蛮好的 对吧 你们看他在干什么 他在发呆耶 今天也不是很冷 就是有一点点风而已 但是感觉是最近天气可能最好的一天了 最近伦敦天气都超差 我跟你们说 然后就是因为最近疫情嘛 感觉大家心里都就是怕怕的 然后感觉走出来以后觉得好像放飞自我了一样 海边的声音 海边的声音 就是你知道每个人的认识 就是停在某一个年龄 你觉得你的心里年龄是多少岁 20岁 我觉得我一直都停在18岁 你知道吗 毕业以后就觉得自己好像突然变老了一样 跟自己的心里年龄不符合 你觉得我们两个现在还像小大人吗 我还在搭起我 我还在搭起我 我现在就不觉得自己像大人 还是很像小孩 我们两个最近特别喜欢玩这种胶片机 去年的时候我买了一个那种柯达的一次性的胶片机 然后它后来洗出来了 我特别喜欢 然后很有惊喜感 我就去买了一台又正儿八经的这种小小的胶片机 我们最近呢就特别喜欢拿出来玩 就发挥一下我们的艺术细胞 随便拍一点素材 就边走边拍那种 就是比较快 再持到了 你出来 JOHN You're beautiful You're beautiful It's true I saw your face In a crowded place